如果问新疆出过哪个当红明星 大家肯定会想到迪丽热巴和古丽纳扎 没错两女同为92年出生都是新疆人 同样有着抑郁风情的脸孔 很多时候会被人拿来相提并论 不过在这里我们主要说古丽纳扎 大家不要一提起新疆就和贫穷联系在一起 新疆很多地方并不输给东南沿海 而且有很多富豪级别 古丽纳扎就生于这么一个富户 据说他父亲是新疆十大富豪之一 因此大家都认为他和别的富家小姐一样 考上名牌大学或者干脆出国留学 然后会在家族经营的和田育产业里担任重要职位 可是古丽纳扎并没有选择这个优势 其实父母忙于经商 没时间照顾他 在他八岁之前他一直由外婆照顾 他外婆一家是弟弟道道的维吾尔族 而且地处偏僻与世隔绝 所以古丽纳扎父母虽然有钱 但他从小生活在落后的农村里 只会说维吾尔语汉语那时候他还未开始学习 不过古丽纳扎因此学了很多维吾尔族的歌舞 让他从小对歌舞表演很感兴趣 至于长大后打理家族生意的事 压根没想过 八岁后父母把他接了回去 让他进入私立学校读书 他便在学校里学会了汉语 为以后闯入娱乐圈打下了基础 因为年纪小小的古丽纳扎在歌舞上很有天分 加上模样长得非常甜美 别的都不缺就差语言沟通 由于古丽纳扎长相美貌 歌舞又好 同学们都说他像哪个大明星 古丽纳扎听了顿时产生了做明星的冲动 往后他更加努力学习歌舞 将维吾尔族的风采展露无遗 他父母却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只盼望他长大后 努力工作赚钱而已 与女儿的明星梦毫不挂钩 在2007年的某一天 长相清秀脱俗的古丽纳扎 参加了雪莲杯民族之花选拔赛 最终摘取了维吾尔族之花的桂冠 成为万众瞩目的新秀 那年他才15岁 接着他以新疆姑娘的身份 参加了北京奥运会 倒计时和谐中华晚会的民族服装展示 从此一颗星星在冉冉升起 更多的人知道了 这位新疆姑娘的独特魅力 已经引起了许多品牌公司注意 次年16岁的古丽纳扎自己都没想过 会在无意间逛街的时候 被广告公司发掘 真是幸运自动送上门 当然是因为他那漂亮的脸孔 和迷人的身材 于是他兼职做起了平面模特 那时他自然还是个学生妹 需要经常请假外出拍照 因此被同学们嘲讽 他不务正业 一些难听的流言蜚语传了出来 但鼓励纳扎依旧没有放弃做模特 他知道这是他心路的开始 不能轻易错过 他常常以迷人的笑脸 参加侮辱木齐的服装发布会 并为影楼拍摄宣传照 一个漂亮的模特 很快在行业里渐渐累积了名气 他为了更高的发展 决定参加中国职业模特大赛 在赛场上他表现出众 荣获最上镜选手奖 古丽纳扎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 为了自己的明星梦 去参加了江苏卫视一个节目 幸福晚点名 他迷人的脸孔和身材 连主持人李爱也不禁惊叹道 你简直就是新疆的维纳斯 参加这档节目的男嘉宾 全都被古丽纳扎的美貌倾倒 当时陆川正准备拍摄《王的盛宴》 决定还选鱼姬饰演者 李爱推荐古丽纳扎去试试 只可惜古丽纳扎那一风情的脸孔 与鱼姬有些相冲 直不于16强与鱼姬一脚擦肩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选拔赛中 迪丽热巴也参与了 但他连16强都没有进入 日后两个新疆双子星大红起来 大家才想起这件事 因此把两女拿来比较 这也是迪丽热巴和古丽纳扎竞争的开始 不过那时他们并没有交集 2011年古丽纳扎参加了艺术考试 成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被誉为北影最美考生 那时古丽纳扎还未正式出道娱乐圈 却因考试当天的素颜赵走红 在网络上牵起了一阵依连 他自曝在入学的时候 周星驰邀请他出演西游降魔片 因是个小配角 他不想放弃学业便拒绝了出演 由于是他单方面爆料 让人怀疑他故意抬高自己身价 他拒绝了周星驰 却接受了胡歌邀请 饰演轩缘见之天之恒的女主小雪 与胡歌刘诗诗蒋进夫 林更新等一起同台合作 古丽纳扎并没有经过视镜表演 也没有拍戏经验 竟然能直接和当红大腕搭戏 要命的是他还能饰演女主角 没错古丽纳扎真的是 直接做女主角出道的 他演技生疏 拍摄的时候十分费劲 没少被埋怨 但由于他美丽的外表 加上有胡歌刘诗诗等人称场 该剧收视率还算不错 古丽纳扎在戏中 一百一美女的形象进入了公众视野 无论谁都想不到 她是第一次拍戏 她被小雪的清纯形象定了形 经纪公司就要求她打造清纯可爱的人设 不能出现毁形象的黑料 拍戏也得非常注意分寸 不能有越轨的事情发生 在这种束缚下 古丽纳扎知道不适合自己要走的路线 她一向是个极具个性的女孩 随着她的情史被人扒出来 她的清纯人设彻底翻车 她承受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网络吐槽 也让她知道了娱乐圈竞争激烈 远远不是她想的那么美好 她被人扒出了微博上的男友照片 让人叫王成刚 是个青岛富二代 相貌并不出众 但两人在合照中非常亲密 一眼就被人发现关系非同一般 古丽纳扎声称 自己早就和王成刚分手了 不存在关联 但她的清纯可爱人设无法继续上演 关于她和王成刚的故事 应该是她进入北影之前发生的 那时她尚未出道 就是个普通女孩 虽然做过小模特 但还不算公众人物 古丽纳扎出道后 以她的美貌吸引了许多男演员 其中就包括冯明朝 这是古丽纳扎被人扒出的第二个男友 冯明朝曾经与张欣宇有过一段恋情 还有过别的恋爱史 可谓情场老手 古丽纳扎轻易便被她勾上了 而且确立了恋爱关系 两人保持低调 很少人知晓 但终究只包不住火 还是被人捅爆了 已经曝光后 两人便无稽而终 这也是娱乐圈地下恋情的常态 接着古丽纳扎又碰上了服装设计师谢思雨 很快变成了情侣 谢思雨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居然有个美女明星在身边 她决定好好利用 借此收刮一波生意 她搞出的创意十分古怪 居然将自己与女友的亲热照 做成鞋子上的图案将之流入市场 古丽纳扎竟然由得她玩这个癖好 这与她刚出道的清纯可爱形象 大相近庭也让人大跌眼镜 她与谢思雨一组亲热照 还被网络上的人批得十分难堪 于是古丽纳扎的名声多多少少也受到了损害 网络时代的炒作 她也无可奈何 有口难辩 干脆不管不问 不过她和谢思雨最后又是无疾而终 2015年古丽纳扎的父亲突然病危 当时正她在剧组拍戏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 立刻赶乘飞机回家 只可惜 她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在她万分悲痛的情况下 网络上居然兴起一种留言 说她客死父亲 古丽纳扎为此更加伤心 这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也让她看清楚了娱乐圈的真正面目 那些黑她的人 很明显是竞争对手暗中搞鬼 无非想抢占资源 不过古丽纳扎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貌 加上日益精进的演技 仍然坐稳了一线女星的位置 接着她又与另一个人发生了恋情 同样是个一线明星 叫张翰 两人是在2014年8月 拍摄《山海经之赤》影传说认识的 那时她正与谢思雨在一起 2015年8月 古丽纳扎在微博上公开宣布 与张翰的恋情 还晒出亲吻照片 她详细解说了两人的恋情史 并确定时间为2014年12月24日 因张翰在2014年6月 与当红小花正爽分手 首粉们便将古丽纳扎 当作两人分手的作用者 各种脏水泼洒 流言蜚语不堪入耳 古丽纳扎再次经受网络吐槽 虽然她一再声明恋爱前 两人都是单身状态不存在她搞破坏 可是那些没有理智的粉丝 根本不可理喻 依旧叫骂 无奈之下 古丽纳扎关闭了评论功能 不知什么时候 古丽纳扎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照片 被人公然摆到网络上曝晒 很明显目的是要让古丽纳扎难堪 也让张翰丢脸 大家猜测两人的恋情维持不了多久 事实也证明 在2017年10月 古丽纳扎和张翰和平分手 结束了她第四段恋情 感情失落后 古丽纳扎消沉了很久 但终于又恢复了斗志 接连出演了10年3月30日风暴舞 魏国尔哥十二谈等作品 大家都看到她的演技上了一个台阶 再次感受到这个新疆姑娘的顽强